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福相救人 我是小郑 随着水果盆栽越来越流行 很多朋友都喜欢在家盆栽一些 石榴盆栽就是其中的一种 现在已经是石榴果实成熟的季节了 在果实采栽之后我们要注意养护方法 这样它来年才会结果更多 首先就是养护环境 石榴它耐高温 相信大家都知道 因为石榴是夏季开花的植物 那石榴它耐寒吗 石榴也是比较耐寒的一种植物 北京以南的地方露天都是可以过冬的 那北京以北包括北京是建议室内养护 或者暖棚过冬的 避免遭受冻汗 像江浙一带 盆栽可以放在室外过冬是没有关系的 冬季温度变低它会开始发生黄叶 然后进行落叶休眠 做一个自我保护 第二点要做的就是追肥 秋冬季节给石榴施肥 可以用有机肥搭配零甲肥 有机肥可以浅埋在盆土表面 或者是直接撒在盆土表面 一个月左右给上一次就可以了 这样能帮助植桌更好的恢复元气 让植株更好的生长 秋冬季节给零甲肥是为了增强植株的抵抗力 让它的枝条能快速的老化 能更安全的跃动 零甲肥半个月到二十几天给上一次就可以了 每次一比一千的比例直接换根浇透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换盆换土 如果你的石榴盆栽根系长满花盆了 可以趁着现在换盆 重新换大一号的花盆 新的盆土也会更有利于它的生长 今天关于石榴盆树的